因為我很喜歡Kobe 以後 對以後很難再買他的球鞋了 NBA傳奇球星Kobe Bryant 2020年1月27日 贏者及外世世 享年41歲 死訊震驚全球 對於將Kobe視為偶像的吳克全 這一年也不適合粉絲聊Kobe 不利於表達對他的欣賞與崇拜 如今Kobe已離開了一年 但媽媽精神有不止息 而吳克全也帶來三雙鞋 聊著和Kobe和籃球的故事 這一雙是Kobe 5 為什麼我會自帶這雙鞋來介紹呢 就是他的底筋落實了 Kobe過世的時候 我們的所有朋友 大家都很喜歡Kobe 我們就決定馬上約一場球賽 我就跟他說 我們今天來紀念他 每一個人就只要穿一個他的球衣或球鞋 任何有紀念意義的東西 我覺得William好像是穿 他跟Kobe打過球賽的衣服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穿了這雙鞋 那一天打 所有人 因為我大概有幾十雙的Kobe的球鞋 我其實籃球鞋幾乎只買他的 那一天打我就穿了這一雙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特別神勇 已經很久沒有在切入過人 然後後仰跳投各種什麼都做得出來了 我們大家那一天都 每個人都打得很開心 然後打得很瘋 然後後來他這底就掉了 我在最後一個後仰跳投的時候 他就落實了 因為我很北七我還早去找人家瘋 瘋了也是沒用 這個五代已經很久很久了 很多年了 所以已經氧化了 Kobe 5有沒有8年10年 可能有我因為這樣 我在疫情的期間 就在網站上面 因為那時候Nike也不太出Kobe的球鞋了 我就怒買了十幾雙他的鞋子 總共應該是買了12雙 因為在網站上買 然後可能因為他剛過世 所以都比較貴 對然後從美國運過來 應該有大概10萬塊左右 就在那一瞬間 買了個10萬 對有一點crazy 我後來就每一雙一直換著穿 後來就買了這一雙 這是他還是8號的時候 最早的crazy 這有好幾代 這不是第一代 因為第一代其實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版本的 然後這個應該算是 大家覺得應該是正式的第一代 但其實還有另外一雙 而且那時候他8號的時候 8號的時候 我就在網站上買了一堆他以前的 然後後來的 他到Nike的 然後這是他在愛迪達的時候 後來我也買了一雙他的復刻 對他也出了一個復刻 但很奇怪的是復刻 復刻沒有原版的好 他的很多的配備減配了 很可惜 他當初出這一雙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很跨時代的 因為他開始出低筒 這已經是低筒的幾個轉變期之後的 那出到這一代的時候 除了當初因為新電圖的底 會有點滑之外 這一雙不管是造型 真正實戰 他就是真的 除了我覺得底有點滑以外 可是你只要把它脫膠完了 打幾次之後 他是實戰還有穿出去都很帥的 鞋子 他其實改變了大家穿鞋子的 籃球鞋的概念 你看前期都是很高筒的 大家都會覺得是穿高筒比較好 可是呢 Kobe加入足球鞋的概念 讓籃球鞋變得 現在大家都喜歡穿低筒的 他改變了很多事情 很可惜 這個是Jordan 真正想要拿來的是 十一代的原版 可是我找不到了 那麼 我為什麼會拿這雙的原因 是因為 Jordan十一代也是 那時候的球鞋的一個改革 那時候是我高中 我高中買一雙Jordan十一代 是三千六百塊 你知道我存了多久 後來又偷了我媽一點錢 好險 才湊足了三千六 結果我去買的時候 已經都被搶購一空 我的腳是十號的腳 結果呢 只有一雙九號的 我硬塞 我就把它買回家了 買回家打了兩次球而已 我實在沒辦法 因為那個腳都被弄到 那種指甲會翻起來 我記得是兩千塊就賣給我朋友 但是 那個朋友呢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就跑來問我說 欸 你是不是賣我假鞋 要不然你為什麼 願意兩千塊就賣我 我整個Key獨欄 你知道嗎 我等於是半買半送給你了 因為我想說我穿過兩次了 你知道沒有刮痕 沒有什麼 因為那時候 沒有人用球鞋用漆皮的嘛 所以沒有刮痕 然後我都很想保護 打到人家踩到 就在那邊 因為我不是喜歡長鞋的那種人 收長鞋 我每一雙鞋一定要穿 所以我想說那給你適合的人 就讓我很生氣 那個同學我到現在都還記掉 以前我沒有球鞋 以前都穿將門 將門 將門 對不對 將門 現在應該很少人穿將門了吧 對啊 我不知道小朋友知不知道將門 哈哈